如果给小林一巴掌 你会受到什么答应呢 答案当然是被托尔错骨扬灰了 果然小林刚攻略完 调和派的张三就到了 还表示自己无敌 根本不用守什么调和派的规矩 小林挡在一鹿鹿身前 结果被甩了一耳霸子 直接打飞 一股愤怒的气息突然到来 正是目睹了这一幕 愤怒的咬牙切齿的托尔 托尔飞越落地 踩成了气流 把张三直接震飞 炸了炸了 有龙要炸了 气风的托尔 一爪子掐住了张三的脖子 表示你只要好好求饶 灵魂还是会给你留下的 说着手上的力量加重 张三痛苦的挣扎 快被捏嗝屁了 结果小林都看怕了 当然最后并没有给他干没 只是白了根龙角 小小的惩罚了一下 就给抹除记忆 浅散回去了 张三没有嗝屁 小林却突然头喷血要嗝屁了 而托尔逮到机会 表示龙的拖椅可以止血呀 冲了过去 就对着小林好一顿舔 这会小林还在做梦思考人生呢 结果一醒来 已经在家里的床上了 而伊露露也没有自己离开 趴在床边 哭成了个小泪人 甚至一把抱住了小林 表示自己心甘情愿被你骗 别看了啊 教练不教训龙了 唯一不爽的也只有托尔了吧 第二天 等到小林和康娜都出了门 家里就只剩伊露露和托尔两条龙了 俩人纷纷尴尬的用脚趾抠出三十一听 但托尔毕竟还是拥有正宫气度的 掏出自己总结的与人类共存的经验 交给伊露露 第一 当然是要把龙爪子收回去 结果伊露露变不好人手 虽然变出了两头肉球 但就这两头肉球 也能抓起东西 这是因为上面覆盖了很多小手 密集恐惧症发来强烈谴责 接着问候雨和食物都学会了 还要穿上人类的服装 伊露露不想穿小林的衣服 居然要穿康娜的 可是尺寸差别太大 根本穿不上 最后还是乖乖的穿上了托尔的短袖 而托尔此时也告诉伊露露 这些都还只是浮于表面 为了真正融入社会 你必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也就是自己要做的事 小林要上班工作养家 康娜才几千岁 就要上小学学习了 而托尔是当女仆 这个家 没有托尔可是过不下去的 伊露露口思冥想 不得其见 而当小林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伊露露看到一如寂寞温柔的小林 灵光一闪 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哦 什么事呢 原来是想跟小林生猴子啊 What 托尔直接跳脚了 而小林表示 自己可是个女的呀 伊露露大手一挥 这都不是事 用魔法把你变成男的 不就完事了吗 气得托尔都要喷火了呀